法国总统马克宏从25号起在印度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马克宏这趟访问的重头戏是参加1月26号印度国庆日庆典 庆祝两国25年的战略伙伴关系 莫迪跟马克宏还一起乘坐吉普车扫街 当地民众也夹到欢迎向坐车抛直花瓣 场面相当热闹 法国总统马克宏一下飞机 立刻收到印度官员热烈欢迎 现场还有印度传统音乐的表演 马克宏受邀参加1月26号印度国庆日庆典 还是典礼上的主兵 马克宏第一站先来到由粉红之城之城的斋普尔 一见到印度总理莫迪 两人热情拥抱 共同参观名胜古迹 莫迪邀马克宏喝茶 还向马克宏展示印度的行动支付 秀一下印度的科技实力 晚上两人还一起乘坐吉普车扫街 当地民众夹到欢迎 向坐车抛直滑板 马克宏前往首都新德里参加国庆典礼之前 两人也进行双边会谈 法国是印度第二大的军武供应国 仅次于俄罗斯 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长达25年 虽然两国对乌俄战争的立场分歧 印度始终拒绝制裁俄罗斯 但法国仍愿意持续跟印度军事合作 包括共同研发军武 印度也向法国购买战斗机跟潜水艇 林优人编译 南京非磊石 北京旅行 内地新课 我们自斉辽自掌